星期六凌晨4點 葵聰邨影葵樓突然列為受限區域 樓下拉起貼碼 又貼上告示指准居民進入 現場有警員把守 有夜歸的住戶收到消息 擔心會圍封幾天 於是改去購買物資 希望下次可以早些通知我們 讓居民可以早些準備一些乾糧 或者一些糧食也好 突然間晚上要封 沒辦法了 現在立刻留在廿四小時的超市 買些乾糧、日用品 放在家裡 因為做完檢測會不會突然間要圍封 令到很不方便 不是人人都有機會買糧食 很多住戶睡醒才知道要圍封強檢 不能外出 臨時檢測站外大排長龍 有父母拖住小朋友 更加有坐輪椅的人士 有住戶說信息混亂 批評政府安排得不好 現在幾何二年 晚上沒得吃 幾十歲都等 我早上上班不讓我上班 那我就等到五時 就走到來看房間 前餐 那你有沒有說幾點吃早餐 沒有說 你說包你們三餐 沒有說 沒有聽過什麼都沒有 但幸好昨天有很多少許糧 阿妹下街買了很多少許糧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一切看安排 在早上11點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到葵聰村的物資站試測 政府說影攜樓出現多宗個案 感染風險較高 居民需要在星期六下午1點前 接受檢測 在有全部檢測結果前 居民必須留在家 以減少交叉感染風險 東網記者藍豪杰報導 等待會兒 !! OK 看到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